目前的老小 grown屎 素鱼 因為吃素的人 如果你太淡的口味 可能就比較吃不下 所以素鱼來講 他口味會比較重一點 然後最主要它的主體是豆包 豆包加海苔 那豆包它就是它會先吃一點鹹度 然後再把那個麵糊抹上去 然後再把海苔片放上去 然後再去油炸 炸出來之後這條醬汁 醬汁淋上去 醬汁它偏酸 酸甜酸甜也好下飯 做香雞組是這樣的 因為服務大家 其實這個做中學學中學也好 因為切菜也好 洗菜也好 挑菜也好 其實每一個環節都環環相扣 用切菜來講 那窗口通常我們的做法 我的做法就是 問窗口之外要切什麼樣的 切什麼形的外面 我要讓我們尊重 這個我們就學到尊重了 就像我今天有帶我自己的幕後 我都會跟她講 你當她 你如果要找到時候先看人家 沒有菜都拿來就做下去 這個就是配合 然後我們問窗口是尊重 窗口怎麼講 我們就怎麼做 這叫配合 丈人講 我們在跟我們副團體 裡面我們就學到感恩尊重嘛 然後包了便當 包出去 所以學員吃到拿在手裡 吃在嘴裡 他們的感動 對我互相大家 就有這個愛產生了 這個其實就是串聯 它也是一個合而互協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們在跟 Ans 都看起來 我們可以看 我們有的 手奏 我們先看 我們在 Travel 跟他們說 我今天是說 我們rá 你東西好 你慢慢聞 會 你 知道